另一方面 义美小泡芙使用过期的原料 引起很多消费者的意外 也对向来标榜食品安全的义美公司 造成极大的伤害 义美紧急展开危机处理 今天大动作登报道歉 并且宣布要捐出1500万元给消费者团体 但是国内最大的消费者团体 萧姬会认为捐钱并不能解决问题 也没有办法堵住民间批判的声浪 斗大的声明刊登在各大报 义美声称小泡芙使用过期原料是管理上的疏失 千绿总有一书 要向消费者至上歉意 并宣布要捐出1500万元 给消费者相关公益团体 呼应对食品安全的关切 但消费者并不领情 这样我觉得没办法弥补 因为已经受伤害了 一个健康 你用金钱来衡量就比较不适当 我觉得这个要对求他这个责任 老字号食品出问题 显然声称打击消费者的信心 而国内最大消费者团体萧姬会表示 确实已经接到义美要捐款 200到300万的意愿 现在还在协调是否成立 小泡芙事件的消费者协商平台 但也批评义美只想捐款 并不能解决问题 那已经是上亿的一个所得 今天他只拿出1500万 来这个有一点是不是要堵住 这些消费者团体的这个 这个批判的一个声音 消费会认为问题小泡芙 消费者都已经吃下肚 印美应该将获利所得交付信托 如果消费者吃出问题 才能用这笔钱来赔偿医疗费用 记者林政五郭俊玲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